大家好,现在是十点吧 和凤凤驴告别了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胖驴不让我走雷山这条巷 雷山那条巷太不好走了 要走那个三都这条巷 应该可以走了 今天的路程也就是 40公里 我们不着急了,就慢慢走 在贵州这边多拍点视频 什么的 路没有问题了,就是有一段路 坑坑洼洼的 不太好走 这个基本上到山顶了 这个没有积雪了 最山顶上的 这个雪还没有化 但是道路上的已经化了 这就是个好事啊 看树上 这个雪 别有一番风味呀 哇去,这都到哪里了 你看这个 牙下来的 哇的妈呀 神话世界 花了,结冰了这边 下来就花了,那就没事 这一直这样的路就都得慢一点 从山顶下来 这路就非常的好走了 非常的平整 差距也不是很大 就是这路差距稍微有点大吧 这边的路啊 这边的路下了雪之后真走不了啊 太陡太陡了 在这里 在这里等一下王家 又把他丢了 终于到达国道上了 终于不用走那个小道了 踢行鸟打的 哎呀 今天到三都了 还有三十多公里 就到了 现在到达地方了 到达这个三都万户水带这儿 我之前在这里路过营 好像是就是在这个位置吧 这边反正是挺好的 就在这儿吧 我来过这儿 你还来过这儿 我在这儿路过营 他这边我记得有个卫生间来着 忘了 你没看到哪儿有卫生间 有 你确定来的是这儿 这是那个万户水带吗 基本上没多少人 我在这儿来过两次了吧 还是要晚来 你赶紧在这个最多里边上 你不留 他怎么会知道有啥呢 这么漂亮的寨子 快点 这寨子空牢牢的 连个人都没有 好多都没有住的 房子建的多么的好 就是太冷清了 是不是 看这儿游泳好像游泳 游 看这儿很冷清啊 这边怎么样 挺好嘛 山清水秀的 那边有水 这边有沙 这风水多么好 我看这儿隐居类行好 像这儿 谁也不认识 然后在这儿过一份优先的日子也挺好 我太佩服了 佩服我干嘛 叫大哥 我天呐 你比我小那么多 我跟你叫大哥 你不是佩服吗 你佩服我得叫大哥 太冷清了 是不是 我去年来过这儿 他还是这样的 今年来还是这样的 我前年来还是这样的 大千年来 还好像没见你 大千年还没出来的 太冷清了 咱也没有活动 也没有人的 水族风情 你这个能磨叽的 这不是让你磨叽吗 我磨叽不了 那你来到这儿 看到这房子 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有点浪费 有点浪费资源了 那你听说过这个水族吗 没听说过 没有吧 这是少数民族的水族 只有在三都县 三都 水族自治县 只有这一个三都县 他才有少数民族呢 别的地方没有 他这个 你说都是在山顶上盖的房子 一山二架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我真是 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才刚有赶出 原来他们都是在山上盖 咱们走的也都是山顶 咱们下来是那个叫什么 独江镇 它就在山顶上的吗 感受 你看到没有 看到 我那时候你打电话哪没接呀 我说独江镇就在这块 独江镇在四川呢 那它这块 独江镇 我还想你要是在这块的话 看独江镇看看 听说过的地方 我都要去看一看 还没听说过的地方呢 没听说过的 想起来那都不用多了 回到这个露营地了 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吧 没有卫生间 嗯 王杰想换一个地方 可能就不在这儿露营了吧 哎呀 出太阳了 真好啊 这出了太阳是真怒合呀 羽绒服都不能穿了 我问一问王杰 那咱们那就换地方呗 换地儿吧 啊 这地方除了太阳真热哈 哈哈哈 除了太阳不冷了 那咱们就往当代方向走 现在还不晚呢 在一个马路旁边 一个是那边一个梯田 它一个服务区 好的 那边当菜还买吗 明天那晚还是今天吧 明天的吧 今天别买了 不是车里边还有点白菜吗 没事有点西红柿呢 觉得晚上煮面吃 还有鸡蛋的 嗯 你这儿不是后边还有白菜吗 嗯 行那咱们走吧 咱们吃公里 明天吃啥呀 它那里边有买菜的地方吗 不知道明天再说呀 没有的话那就买点 不买不用买 先过了今天明天再说 咱们在那不能待个几天 因为那是那个 黄椒野外 国道旁边 是个服务区 在那吧 主要是有卫生家 你方便 那走了 这个看到的建筑啊 就是在桥梁上建的 这是卖东西的 下面就是一条河 给王姐找到了一个 国道旁边的一个停车场 卫生家在那里呢 我为什么知道呢 之前我来过这里 哼 这里非常的漂亮 嗯 下面吧就是那个高药提田 在这里应该是可以看到 这里也是一个观景台 现在 在油菜环都已经开了 不过不过呀 现在不是很漂亮啊 啊 全是提田啊 看到没有 如果再等一段时间的话是非常好的 如此的风景 如此的山 我想吟试一首 啊 远处的山啊 远处的屋子啊 远处的油菜花啊 真漂亮 不及了 我们尽量 我们下温暖的 我们下温暖的